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泰国政府双边合作 以最快速度在三天内完成手续 让梁依林可以陪同不幸罹难的家人一起回家 至于第五名死者林素斯 由于身份刚确认还在办理领事手续 预计在今天由太行运回槟城 早报其他头条还有英文报新报和马来报每日新闻所关注的 是2016年的SPM考试展延了英文必须及格以及科学实验的考试 对于这样的举措 新报的封面完全可以看出老师和学生两者截然不同的反应 另外南商报头条特别报道 我国上半年整体投资比去年好 原因虽然是上半年外资缩减了40% 但是本地投资却增加了20% 不只是抵消了外资下跌的趋势 反而也协助整体投资达到1,120亿令吉 比起去年的1,135亿令吉增长多了15亿令吉 接着来看新闻快讯 语不惊人死不休 向来都是前首相敦马哈迪的作风 不过这一回他却要向全国人民道歉 因为他选错了接班人 他感叹说 当他遇到一个连接的先生 他就选了这个人 可是当这个人一上位后 却变得肮脏了 他努力的去寻找一个更连接的人 以做出改变 整知道这个新人竟认为 有钱就是王道 在给钱他人时 想着他人会给予支持 如果尝试施压 就会受到警告和压迫 因此他说 如果当时有人提出劝告 他就会挑选其他人 人民公正党顾问安华的 长女怒怒一杀 指责首相纳吉 没有兑现承诺 给予安华适当的治疗 他说 父亲的肩膀持续疼痛 急需动手术 家属已通过律师提出申请 但是当局至今不受理 另外他也控诉监狱单位 给予诸多的限制 包括禁止明年领袖 与安华见面 限制家属探访时间 及限制安华到监狱图书馆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 请继续留守 拜歌时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